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玩偶 石碑上 他们很喜欢附在这种树像上 所以说我们的佛像都要开光 甚至要装杖 这样的话鬼就不会附上去 佛像他也干附的 他说你天天拜鬼的 他喜欢你拜他 看了你拜佛像 他就附在上面让你拜 我们说山有山神 树有树神 这都是有神的 这不是老树 都是有神在附在上面 当然包括人或动物在内 有些会附在动物身上 动物就会表现出很奇特的一些事情 无论对象是活的还是死 在经典中 常有记载那些夜叉 阿修罗 鬼等非人 能附在人生 也不足为奇 现在我们也不时会听闻到 有人被鬼附身 鬼对人道比较接近 对人的生活也很向往 一旦有机会附上人生 当然不嫌多 帕奥禅师 说在古代的时候的缅甸 当有亲人在异象去世的时候 去家属希望能够把王者的尸体 运回故乡安顿 也许当时交通要运一具尸体鬼乡 并不容易 也有可能因为家属贫穷 付不起运输费 于是他们就请当地的巫师 进行一些仪式后 请鬼附在尸体上 然后让鬼带的尸体起来走路 一步一步地走回家 很像香港出名的僵尸片中的剧情 只是其中的香港僵尸是一跳的方式 而这个缅甸僵尸是一走的方式 明天僵尸走到目的以后 巫师就会请附上尸体的鬼离开 鬼一离开尸体就倒下了 时代进步了 现在已经很少看到有人利用鬼来运尸体 禅师曾经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趋势 无论一个物体有没有生命 只要有机会 非人几乎都想站上 对于要寄附在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 说来也算还算容易 但对于有生命的物体的 有时非人又怎么能够轻易地寄附得上呢 是什么原因一个生命容易被非人寄附呢 这里有人认为一个人阴身阳衰 再加上时韵 低迷失很容易被外来的势力入侵 有的说头发长到遮盖额头或左右肩膀 是等于把自己身上的三把火弄吸 增长了被鬼附身的机会运运 到底有没有根据 其实有其原理的 只是不懂法的人不了解而已 所谓的时韵低迷 是一个人正处于业的低潮气 羊代表善业 阴代表恶业 阴胜阳衰是恶业成熟的机会 多于善业成熟的机会 但一个心中没有法的人呢 所以业的低潮气 又不会奴隶作意 心中常生起一大堆烦恼 由于过去的恶业 带来许多不可惜的所缘 心不奴隶作意 又招来许多恶缘 恶缘又继续引发更多的恶业成熟 如此恶性循环者 再加上时常生起恶念的心 昏暗低迷的 所以让跟他有业缘的非人有机可乘 占领了他的心 就像以前屋子的主人 若不禁风 小偷或强盗 很容易如偷窃和抢劫一样 当一个人的心 暗断无力的时候 被非人附体的机会呢 就会比较高 所以一个人容易被非人附身的主要的元凶 是因为野的关系 还有一人也是很容易招惹非人附身的 就是时常把自己的心的门户打开给非人的人 如鸡童是吧 还有通灵者 就像那个我们道堂里面 有一个出家人 他就是这样的人 他喜欢渡鬼 他就是喜欢做超渡 那好像很有慈悲的样子 其实经常有很多的 各种各样的非人附体 以及喜欢练一些稀奇古怪的神功 以求的神通和特异功能的人 就好像里面有食物的家 打开了门户 外面就有很多饥饿的野狗会跑进屋子 今天赶走了一条野狗 明天又一条野狗跑进来 只要门户一直开着 这个野狗永远也赶不完 主要是门开着 这个心力弱的人呢 他也不是说都会被附体 主要还是他心里一不小心 门开了 被鬼藏进来 如果你自己不让进来的话 还是进不来的 不管你多么弱 阴身阳塞也好 其实有很多人被附了以后 是不知道的 人生很可怕 有些人前半生非常辉煌 后半生身居全住躲起来 就是没有人接触到他了 孤家寡人以后被鬼附体了 然后他自己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做出来的事情 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就是完全就是 不是他原来的人 就是有东西操纵他了 因为有些款厉害的鬼 会操纵 特别是这样 晚上又不睡觉 经常想的东西很多的人 不小心就被那种 很厉害的鬼附住 附了以后就 就基本上被他操纵了 这个就很可怕 他就整天在你身体里面 操纵你 你没有办法 有些非人是负在受害者的嘴巴上说话 有些这可以让受害者失去意识后 控制他们的身体 这是非人自然的能力 就是说的 他可以让你失去意识的控制你的身体 他说什么做什么你都不知道了 他把你的意识都给压住了 也不乱起了 身为法士子呢 就是佛弟子 若遇到有人被非人附体 所以建议应当一个慈悲的心 为受害者念诵护卫经 还有一个叫什么 李连咒 不知道什么咒 并对父在人身上的非人散发慈爱 要加持这个非人 你不能起称情 不能像赶狗一样的赶他走 那不行 人家的话他也会生气的 就是你要用慈悲心来感化他 给他加持念咒 让这个非人 感受到你对他的一种慈爱 有禅纳者最好是能先进入慈心禅 如果慈心够强 通常会减小 据说大德 你的慈心很好 那么你这种能量过去了以后 这个非人一般都会 一般都会被感化 善降者切抹动强压的念头 必须怀着菩提人善之心 以菩提之心弘之 就是感化他 他的意思就是说 对这个非人要有慈悲心 另一种是利用真实语的力量 如果过去有积累真实语的波罗蜜 那么又可以用真实语的力量 来祝福殊害者 如果真实语的力量很强 殊害者通常会很快恢复 许多护卫精也利用三宝的 真实语之力量 祈求加持 如果不行 在于自己戒行的力量 劝导该非人 不要再骚扰他人 如果本身有受持亲近的五戒或者八戒 那么因为你身上戒得 历史的该鬼不得不听你的劝导 此时也不妨尝试以鬼沟通 也许他真的有些苦衷 很需要人类的帮助 或者他只需要向某人 传达一些讯息而已 而必不得已服在他人的身上 特别是有冤屈的人 他也很容易服在人身上 还有深冤 其实很多这个杀人犯杀了人以后 最终被抓住了 其实都是这个冤魂不散 帮助破的案 一般的案很难破的 为什么很多案都被破了 就是这个原因 被害死的人 他不会放过你 他就会想办法 只要有人破案 一般都会帮助 要是这个案没有人破 那就没办法了 他就觉得很冤 像过去的警察比较负责任的 他就会跑到警察家里去 在这个警察睡觉的时候 他就偷偷地站到耳边跟他说 提示他 警察就以为是自己想出来的 那就是好像得到了什么提示似的 他就想到了那一点 到那个地方去看看 正好在这一块呢 就查到了那个破案线索了 被害死的人呢 通常都会轻易放过你 如果再不行的话 就表示这鬼具有大威力的 凭着五戒八戒的力量 还是不足以令人设服的 必须要借行清净的 圣人的调伏了 因为单单有戒得的凡夫比丘 就可以有非常强大的力量 我们知道 当一位持戒清净的比丘 在一棵树下产修的时候 其戒的威力会逼死 住在树上的树神 也不得不从其宫殿下来 这个他在树下打坐 那个树上的那个神呢 不敢待在他的上面 觉得害怕了 因为他们不能处于 清净比丘的头上 如果遇到更棘手的大神利业 他那更难了 除此毫无选择的话 只能靠圣坛的力量才能对峙 可能需要念诵完整的这个什么 这个经 当然这是不鼓励的 通常这部护卫经 是不能随便念诵 可参考俘虏啊 还有一个呢 不成文的驱轨方法 老人家常说的 用扫把从头到脚的扫一遍 那扫把也得适应那个细一点的 太粗了 据说乙很有效 但还是不要尝试使用 以上两种方法 因为会制造更多的仇恨 因为有些非人是因为出自于执着或者称恨一个人而附体 就是用哨的方法 或者用那个经的方法呢 如果是就是用那种称性的方法来驱赶的话 降伏的话 后面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这里说有机蔬菜 虽然长得瘦小又多动 但它永远都是最有益的 同样的 许多情况还是需要以有机的方法来对之最为实际 慢是慢 但甚在老老实实 不取巧 就是反而往往能够一劳涌获地解决问题 若非人是因称恨而附体某人的 散播超强的持心和回向功德 是两种最有效的方法 超拔的最好的方法就是 超强的持心和回向的功德 那最好的就是你自己回向 自信的回向 所谓的真实语就是给这个 这个附体的这个 这个非人 你给他发誓 就是我要做什么什么 一定要帮助你 就是你给他承诺一些事情 就像我们世间人来到淘宰 我给你一些承诺 然后他就放过你了 你承诺了以后帮他做什么 做多了功德回向给他 做什么利益给他 以后慢慢地做 你可能一下做不完 所以你先可以做一些承诺 我帮你做什么善事 或者到妙里面找什么 高尊大德去念经 给你回向 这个是最有效的 慢慢地不要着急 每天就是这样念咒 回向 尝试以他沟通 并忏悔过去 有意无意中所造下的过世 就是一般来说 就是不是成恨心的话 就更好解决一点 如果是称恨心来附体的话 你要是用这种 对立的方法来驱赶的话 会找来更多的麻烦 一个人会被附体 最主要还是因为过去的夜 让他的生命力显得很弱 导致内心的频率 与这些众生的频率很接近 这个是根本的 生命力非常低的时候 你的生命里面散发出来的能量 跟那个鬼一样 那个鬼就看得到你 就能够进入你的身体 如果你的身体散发出来的 那个光能 很强的话 那鬼是不敢靠近的 普通的正常人 一般的鬼是不敢靠近的 他不能靠近你 舒服性身体是非常阴 那就非常弱 那么呢 散发出来那种直播的能量 那个频率非常低 跟鬼接近 反正一个人的生命力很旺盛 心很明亮 非人是富不了的 真是要避免被这些非人沾上 最好是修法 透过不知词戒提升正念 禅修来提升自己内心的法 一直到非人无法再相应 如果遇到好的师父的话 你有信心的话 很快就能够相应 在师父的这种加持下 你自己的正能量提起来了 鬼就走了 当内心的法变强的时候 非人也肯定住不下了 就像蝙蝠避开阳光一样 蝙蝠就不喜欢阳光 我们尝试帮过被附体者 有些人有效 有些还是帮不了 什么人是我们帮不了的呢 有些被附体的人处在这个阶段时 其心往往特别的僵硬顽固 这是我们帮不了的人 因为他的心已经很低了 又不能对身属救他的人抱有诚信 就像你掉的坑里了 我想救你 你不要我救 你不相信我 你在下面就是 看着谁来救你你都不信 或你内心你不信 或者你处在那种状态下 有人来援助你的时候 你的心没有办法敞开 他们的快速面思想 方便面就是 快速面思想只是希望简单 又能够立即解决问题的 他就希望你一下子 拿个扫把扫两下就好了 或者是给他捏一下皱 几分钟见效了 要快又没副作用 请问世界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他们用了有机方法后 觉得问题不能快速解决 就放弃 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有个时间 因为这个医院 它不是一时接的 所以也没那么快容易解 你要有个过程 有些人就要找毛山道士捉鬼 布阵 挂道具 穿避邪物 做小棺材困鬼等等 他们用尽了种种稀奇古怪的 毛山树和稻树驱鬼 只是在制造更多的冤仇 街上打劫 仇上添仇 脚面上看到飞人 的确是被赶走了 但不知道同样的事情 及时又卷土重来 而且心仇家旧恨 下次可能还会来得更凶的 越惨越紧 更不易摆脱 结果得不偿失 对于这些不知爱的固执人 我们真的帮不了 最好让他知识气过了 让他好好上一趟人生的教训 就是这样的自以为是的 不信的 他们都不相信的 他觉得你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不愿意听你 有些小鬼比较力量不够的 上次来有个小孩 那是第一次吧 念了念了不行 踢了一脚 那个鬼个吓跑了 后来好像还发作了一次 我就给他加持念咒 念了很久 后来就彻底好了 他主要好着好着 时间不长 刚附上没多久 比较好办 再加上他那个 那个鬼也不是什么大鬼 小鬼 彻底解决方案 是以耐心和恒心化解 这个是耐心和恒心 因为主要还是批念的转变 过去有一个居士 还有一条蛇在他身上 蛇镜 我就教了这个方法 我跟他说 你要用慈悲心 怎么样 给他念 你不能赶他走 你得怎么怎么样 我教他一半 然后他就 好像当时是好了一点点 后来还是不行 又来找我 我说你 我教的你东西 你没做到 我再教他一遍 后来就好了 我说你必须 你的心念转变了 就会好 你不要讨厌他 你得给他做善事 回向给他 他肯定是你的冤家 你不能够起恶念 更不能讨厌他 你要想到 赶快让他走 他就不走 用慈悲心来转化 是最好的 特别是你自己 因为你自己 对他有怨 你叫师父来加持的话 还是不好 像那个冤家样的 你是他的仇人 你向他忏悔 你向他 马培迪道歉 然后你给他 或者是给他 做一些好的事情 回向给他 那是最好的 自己转变 是最重要的 因为过去 曾经接过恶缘 非人不肯放人 就需要能耐 你一下感化不了他 因为他一下 那个冤气还没解 所以说你要天天 给他说好话 陪你道歉 直到他有一天 慢慢地化解 你冤仇太深了 所以说你第一次 给他陪你道歉 他是听不进去的 给他做三事 你得持续一段时间 慢慢他就感化了 每天养成诵经 散播此心 和回向功德的习惯 以对方的名誉 做不失后回向 附体的非人 虽然有的不懂 我们的语言 但是他们可以通过 新的念波 感应到我们的善意 同时继续提升 自己的接听会 一直提升到 他根本相应不来 因为心太强盛了 当他覆不下去时 就自己会离开了 从来没有一个 心力很强的人 会被非人占据的 通常被占据的人 都是因为心很弱 正念不够 明白到这原理就简单了 只是不断地 加强自己的法 在音上下功夫 果自己去结局 过云一阵去百携 正气好然底千上 这是常古不变的 天地真理 一个人的心一阵 自然百携不弃 一个时长起善念的人 充满光明的 一颗光明的心 不容易遭惹邪恶的 实力入侵 受到外来的 负能量的影响 因为他们也 畏惧三分比而远之 碰到这个问题 我都是这么讲 但是有些人 他这个当事人 他还是听不进去的 他没有接受到 我跟他讲的那个意思 刚才我那个舍经的事情 大概是有十几年前了 可能还没有完全录佛门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就要给他起善念 好好的给他回向 做善事 不能够赶他走 赶他走就别是你讨厌他了 师父教你个咒 你就天天念咒赶他走 那他就不习惯了 你要念咒回向给他 你不要想让他走 你想的是 让他在你那里待着 然后你给他加持 然后事实上 是你自己的正能量上来了 你在给他做回向的同时 你的功德就在增长 你在做善事 还债也算是做善事 你不断地把持心 给他做布施 持心散发出去 这就是一种正能量 回向到一定时候就不回向了 他又一直回向 操斗一般就是两三个星期 最多49天就不干了 就不要干了 再干的话就投不倒胎了 他投胎了以后 你给他做回向也可以吧 反正对他都有好处 这个你有看不到鬼 你这怎么判断 你自己觉得念得差不多就行了吗 如果你的情词很深的话 你就老回向 那他就老不走了 那就是这样 这个你对他老是去做回向 主要可能还是情词的原因 你老惦记他 当然不走 你对一个没有生情词的人 你怎么会一直做回向呢 你觉得会吗 我刚来北京的时候 就有一个女的 她那个父亲 她就活着的时候 跟她的三个女儿的关系都特别好 然后呢就死了以后就不走 惦记她嘛 他们可能三个女儿也惦记她 她也惦记三个女儿 然后就在她家里 就是搞了一两年 搞了他们家人 就是反正鸡犬不宁 就是有生病啊 可能就是很不好 那死了以后 一直在家里走来走去的呢 那个小孩都看得见 然后她那个大女儿和二女儿还不信 他们都以为自己是倒霉 就是了 她不认为是父亲没走 后来她的三女儿 有点信这个东西 那找我呢 我就教她 后来念一下就好了 就没事 找了就可以了 没有事的就不用再念了